朱婷彻底撕破脸 郎平收获意外惊喜 冰霞终于等到这一天 自从东京奥运会中国女排惨败之后 可以说中国女排的球员 也受到了外界一些莫名其妙的质疑和攻击 因为有些球迷在当时就觉得说是不是中国女排 整体的一些安排有问题 加上他们参加那些商业活动的太多了 才会导致他们的最终的成绩不理想 也才会影响到他们比赛的成绩 在此前中国女排取得好成绩的同时 外界是一片赞誉 一旦他们输了一两场比赛 却遭遇到这么多的一些攻击和质疑 确实让人很心寒的 他们所谓那些质疑和攻击还不止于此 在前段时间我们也注意到 朱婷还受到了几个博主的一个集体的造谣和抹黑 说他去打压自己的队友 排挤冰霞等那些球员 完全把中国女排惨败的一个原因 怪在朱婷这个异姐的身上 觉得她的一个责任最大的 面对这种莫须有的罪名和责怪 朱婷也完全没有客气 在此前就立马选择报案 并且呢也是让整个警察局来处理这样的事情 这件事情在最近也有了一个最新的一个后续 就在最近的晚上九点 朱婷这边也是彻底不留情撕破脸了 直接把这几个博主不仅仅是说报案处理 而且现在已经是直接告上了法庭 朱婷希望他们能够冲面道歉 去澄清这样的一个绯闻和造谣 另外一方面朱婷也希望能够得到一定的精神赔偿 毕竟他们这几个人在网上不断的造谣 已经造成了很严重的一个口碑损坏 给朱婷他们的一个形象和口碑造成很大的一个损失 所以朱婷呢其实索要这一些赔偿 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正常了 其实朱婷都是一个很好说话的一个球员 在过往也从来不争不抢 从来没跟人和别人发生过争执 所以这一次之所以能够激怒朱婷 我觉得其实恰恰说明 这几个人的行为已经是相当过分了 如果说朱婷不是受到这么显人的刺激 我觉得他有没有必要这样大动干戈 去做出这样的事情 确确实实是太过分了 对于这样的一个结果 郎婷也会觉得比较意外 毕竟我们也知道 现在他基本上是不顾问中国女排的事情 可能他也不知道朱婷在遭受这样一些网络暴力 所可能面对朱婷突然就说 要把几个博主告上法庭了 郎婷要是知道这样的消息 估计也是收获了一个意外惊喜 但是总的来说 我觉得其实对于丁霞的那些队友来说 也终于是等到了这一天 在之前一直造谣有些人造谣说丁霞和朱婷不合 完全就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我们回顾之前的所有比赛 七仙女阵容里面的每一个成员 大家的关系都非常好 丁霞也经常和大家一起开玩笑 所谓的一些内部排挤关系不友好 完完全全就是个别人去度传出来的丑闻 或者说一些谣言 根本就不存在于中国女排这样的队伍当中 说实话如果说 他们真的有这样的一个不好的一些传闻内讧的话 他们又怎么可能坚持这么多年 一起训练一起吃饭一起工作 我觉得是完全不可能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